而展望港股方面,由於板塊資金輪換,房地產和銀行股都是大幅反彈 支撐恆指昨天可以收在25000點之上 而另一方面受惠於納指反彈,再加上過去幾個交易日 科網股都是錄得比較大的跌幅,預期今日科網股都會有一個反彈 不過中美的緊張局勢依然是港股短期的主要阻力因素 恆指的主要阻力位會在250天線,即2500元左右 個股方面來說,騰訊的整體中期業績理想 不過由於美國的制裁禁用微信令,有比較大的不確定性 股價的上漲空間仍然有限,初步的阻力位會在10天線,534元左右 而中聯通也宣佈了業績,業績比市場預期好 其中它的移動業務ARPU和服務收入都是自6月起恢復增長 而上股是有上升的潛力,我們都關注今天將會公佈中移動的中期業績 看看盈利復甦可否延伸到整個行業 而個股推介來說,今天就會說回恆隆地產101,受惠於疫苗消息帶動 再加上資金由新經濟股流入傳統的經濟板塊 收租股短期值得留意 雖然上半年在香港的租任收入是按年跌了5.3%去到19億元 不過內地方面,物業租任收入都是錄得升幅 可以升了4%去到23億元左右 而物業發展方面,香港的兩個重建項目都是進行當中 包括北角和前牛頭角的淘大工業村 再加上內地都是有4個高端服務式餘所的項目開展 相信可以提升未來的物業銷售收入 我們給的目標價是22.7至19元,謝謝 本人陳樂儀是證監會持盤人士從事受規管活動 隸屬海基證券集團有關牌照詳情,請參與以下連結 其及或其有聯繫者並沒有擁有上述建議股分發行人的財務權益 以上資料是由海基證券亞洲有限公司提供 指供參考及內部使用 有關資料是根據或源自海基相信為可靠的資料來源 但對資料的準確性或可靠性,海基不作任何陳述或保證 以上資料或有關人士發表的意見並不構成 及不應該被視為買賣任何證券或投資邀約或邀約招來或懇求 海基及其高級人員、僱員、代理人及聯屬公司 可能在以上提及的證券或投資擁有利益 但對於你因使用或依賴以上資料而遭受的損失或後果 我該不負責 好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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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